道场接受信众虔诚供养 如有不适用或难以处理的物品 应以何态度接受 凡是信徒来供养 是他一片诚心 一定要欢喜接受 不能够拒绝不能够批评 你像世尊当年在世 他的生活是每天出去脱布 有的时候遇到乞丐 乞丐拿什么供养 还不是自己讨来的 讨来一点人家剩饭剩菜 可能已经两三天了 味道都变了 他还舍不得丢 他就那么一点点东西 佛来的时候 他供供兼兼供养 佛不嫌弃 当他面吃完 让他身欢喜心 让他重福 如果你拒绝 这错了 拒绝的时候 你心就有高下了 不平等了 佛叫我们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是平等 菩提心里都有平等心 你们有菩提心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平等 不清净不平等 你在佛门造罪业 本来到这个地方 那是重福的 结果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那是造无量罪业 搞到地狱去了 那你就错了 这个地方是带你到极乐世界 不是叫你下地狱的 可是你要是错用了心的 山土古堡 你没有法子避免 坏的东西 我们都接受 人家一片好心 坏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吃呢 我们不是菩萨 不是佛 那就吃了会生病 生病还要人照理照顾 照料又麻烦很多人 所以可以不吃 可以把它当作啰嗦处理 这个李老师以前叫我 老师那个时候 参加一些宴会的时候 常常带我去 我就坐在他旁边 豆腐瘦了 味道变了 他闻了闻 他就碰瞧瞧我 这不能吃 所以我们老师 他很慈悲 他是很谨慎 所以佛教徒讲求为神 但是人家送来坏的东西 不可以拒绝 一定要欢喜接受 赶他这一份钱 他走了之后 你再 再好好的把它处理 因为有些坏的东西 可以给出生 那么在香港比较困难 那我们在澳洲的时候 鸟兽很多 可以喂鸟 可以给这些小动物吃 他们没问题 所以处理的方法很多 如果是像香港这个地方 一切都不方便 我们恭恭敬敬 用塑胶袋包好的时候 做啰嗦处理 不能随便 随便我们就没有恭敬心 恭恭敬敬 把它包得整整齐齐 然后受啰嗦地带走 这就对了 一切要以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就造罪业 这个要知道 嗯